我叫李干 08年来到北京 然后来到北京以后 就把自己的工作室 也就成立到了北京 我来自云南大理 我的艺术主要的创作方式 主要是绘画和装置两个领域 所以我最新的作品 会在明年的意大利罗马 做一个发表 是一个个人长浪在里面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看到 一个王者的面貌 但其中的作品 也有我们身后的绘画作品 艺术家表达东西的时候 最重要的点是 把你的作品变得往上 所以你做的工作 就是你要表达的工作 其实是你跟作品的关系 但作品一旦展示和输出的时候 那么艺术家所要表达的 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最后你的作品里面 会跟观众产生一种共情和共鸣的东西 这种东西恰恰是我认为 艺术最有价值的点 大的环境越来越好 很多人已经开始光注中国当代艺术 而且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建设 其实都参与进来 我觉得挺好的 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想法 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 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东西 也有没有想法